各位也许听过在西伯利亚的北极熊 因为找不到食物 所以很饥饿 到时候饿成了一个皮包骨 但各位也许不知道 在台湾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其实有80%的台湾特油种 现在正面临7地的保卫战 因为一旦温度升高 他们能生存的空间 就会被压缩会越来越少 所以接下来的10分钟 我们就邀请到行政院农委会 特申中心的正习期主命 来为我们解说地球暖化 对于陆域的生活将带来哪些的冲击 欢迎主命 各位贵宾 各位关心大自然 爱护大自然的朋友 大家早 刚刚从我们柯教授的演讲里面 我们大概了解了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对海洋的影响真的很大 可是不只影响海洋 相信大家也知道 也会影响陆地 我今天早上特别从南投集集 开车上来这边 后来一边开一边想说 如果各位要自产的话 在台湾应该去哪边买房子 我相信我推荐大家到南投来 因为南投是唯一布林海的 一个很美丽的 好山好水的一个城市 好 不多说了 我们刚刚从海洋现在慢慢回到陆地 那事实上气候变迁对海洋的生物影响 对陆地影响也蛮大的 尤其像台湾是一个相当高山 很多的一个国度 那我们有很多生物 生活在我们高海拔的地区 那高海拔的地区 如果各位有闲有钱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看 风景很漂亮 可是我们中心 长期在研究台湾本土的生物多样性 在动物的调查 研究 保育跟教育上面 花了很多的心力 我们去看这个场景 当然不是看美丽的风景 我们是关心里面的生物多样性 台湾真的有很多高山 如果爬过山大概知道 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 超过200多座 那尤其是玉山 将近4000公尺 听说台湾人中期一生 一定要花一次的时间去朝圣 去体会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真的很漂亮 那大自然这个环境里面 有很多的生物 那我个人到现在已经从事了 三四十年的 路易德哺乳类研究 我们知道 生活在台湾路易德哺乳类 大概超过85种 真的相当的多 有些各位很熟悉 像黑熊 像石虎 有些好像连名字都没听过 更不用看它的长相 那我们中心在这近20年 大概陆陆续续 有参与一些 或是主导一些 针对高海拔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发现 生活在台湾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哇 居然是超过台湾 拥有的野生的哺乳等物 超过50% 更重要是 高山有很多演化出 台湾特有的种类 包括特有种跟特有亚种 居然在那边生存了 有我们保安是80以上的特有种物种 在那边 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去了解 去探讨 甚至去维护的 那为什么说维护呢 因为有些物种真的这几年 我们感觉到 各位看到这种 很可爱的 很像哈姆太郎的一种老鼠 叫做高山田鼠 又叫台湾田鼠 它只是生活在海拔2500公尺的一个 大概建筑草原的一个环境 它跟猫熊一样 它吃树的 它只吃建筑笋 那这个物种生活在那边 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气候一直变迁 影响了环境 影响了植物的物后 慢慢地它的食物减少 慢慢地它的漆地会消失 那中期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台湾特有种 长相可爱的鼠类 可能就慢慢地会离开我们台湾 在全世界消失了 特有种类消失 就是全世界的灭绝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那甚至有一些我近20年也常新关注这一些 可能大家都没看过的 长得很奇怪的 耳朵有够长 跟它身体还要长 耳朵有够宽 这一些是蝙蝠 那当然近几年大家为什么要戴口罩 好像是蝙蝠都是一个冠状病毒的代言者 其实不尽然 有机会我们再聊一下 可是蝙蝠在台湾存在85种部类的动物里面 包括了45% 将近40种的是蝙蝠的种类 那可以想象它对台湾的生态相当地重要 那在我研究有一种叫管鼻腑的 很特别 我们每年去做调查 发现说这种会有做季节性的前徙 什么叫做季节性的前徙 平常跟我们生活在低海拔 你可能在森林 可能在某一棵香蕉月会找到他们 可是当冬天的时候 他们会慢慢慢慢地从秋冬到海拔 3000公尺多的荷湾山去渡冬 它整起一年春秀掐冬 必须要完成那个生活史 才有可能永续 而且蝙蝠是长寿命的 最近最长的一个寿命在美国被发现 超过了40岁 哇 蝙蝠 40岁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养个老鼠大概一两岁两三岁的寿命 所以它是很长寿命 可是万一它的生活史 它的渡冬的时间没办法完成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它的数量 它的种类也会慢慢地从台湾这边消失掉 所以它在高海拔冬眠 可是在低海拔生小孩 所以对它来讲气候的变迁很重要 它们相当地敏感 那讲到这边不管是刚刚讲的高山田鼠 不管讲的你们不熟悉的蝙蝠 没关系 可是你们也知道 生态系里面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角色 我们叫做大自然的生态服务 为什么要对人类服务 不是的 它们就生活它们的 那可能大家知道 大自然的生态服务包括的是个面向 包括支持 攻击 调节 跟文化 那当然大家会知道说 这些东西如果不存在 不能正常地循环运作的话 那对人类的永续一定有绝对的影响 所以少了一些物种 重不重要 当然相当重要 少了很多的物种 就糟糕了 各位知道一种昆虫叫做蜜蜂 我们人类的经济作物 大概百分之三十以上 大概三分之一以上 是靠它的传花兽本才会结果 产生我们需要的一些食物 所以慢慢地 有很多的专家 包括你可以知道 阿恩斯坦也讲过 如果蜜蜂这种 受花 传粉的一些昆虫消失了 人类大概只剩下四年的光景 我们也快要灭绝了 所以每种生物在整个地球上 在整个生态系上 都相当地重要 又回到蝙蝠了 我知道蝙蝠全世界 加上一千四百多种 百分之七十次昆虫 它为人类消除了很多的害虫 百分之二三十的 吃水果 吃花粉 它帮忙传花兽粉 喜欢吃榴脸的朋友 你要感谢他们 有些龙蛇蓝酒 没有它们 也没办法产生 所以慢慢地可以发现 即使很小的一个生物 都对台湾的生态相当重要 全世界已经超过七十六亿了 本来一颗蓝色的星球 涵养很多的生物多样性的生命 大家平安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可是工业革命两百年以后 我们地球真的发烧了 刚刚柯教授也隐聚了相当相当多的 理论基础的一个数据 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气候暖化 全球气候的变迁 不仅仅对环境 对生活造成影响 对我们人类影响也相当地大 所以慢慢地可以发现 很多的权威机构 包括刚刚有讲到的IPCC 一直在发表数据 一直在提醒我们人类 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在这样的话 我们的子孙怎么办 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少 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是大自然的将近超过一万倍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赶好有积极作为 要赶快踩刹车 要赶快关心大自然 关心我们的环境 那这个可能大家都看过了 不愿意面对了真相 造成北极熊真的没有家了 没办法生存 甚至一直在死亡 可以预见50年内 北极熊应该会灭绝 可是北极熊在北极 对不对 台湾有跟它很像的 有一些中大型的哺乳类 现在也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包括我们大家所知的台湾黑熊 还有这种喜欢吃鱼的欧牙水踏 还有经常大家不认识的 一种台湾狐狐 吃水果的大型蝙蝠 都是这些濒临绝肿的物种 那偶尔开车小心一点 会撞到它们 露沙现象造成苗栗台中南投 很多食虎死于非命 怎么办呢 那当然它有一种 我们跟现在认为说 不忍心发布 可是可能已经在台湾消失了 台湾原爆 那这些物种 都是因为我们人类 不小心造成了吗 还是人类虚异造成了吗 还是我们漠不关心而造成了 大家真的要注意 不只那些 很多生活在高山的台湾将近150种的原生鸟类 或者叫做繁殖鸟类 都生活在高山上面 如果我们不积极做 它们真的没办法完成它们的繁殖期 小孩子不见了 后面的族群就会渐渐消失了 尤其我们最关心的一种 叫做台湾的山交语 台湾很特别 超过3000公尺的 有这么多座 每一个山头都有存在 这种不一样的山交语 它没办法下山 它没办法找到其他的伙伴 所以慢慢演化成这五种的 这是两栖类 不是蜥蜴爬虫类 慢慢地演化出 五种都是台湾的特有种 可是它们生活的环境 就是必须在海拔 2000、2500 甚至3000公尺的高山 所以你也可以发现 当这些物种 因为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慢慢消失的话 我们在1978年 有一个野生动物保育法 通过到现在 很多濒临的物种 还是濒临物种 超过三十几年了 那到底这些生物 我们要怎么面对它们 想想它们 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希望 透过我们很多 社会大众的关心 很多企业的协力 来慢慢让这些 保育类的名录 越来越少 让这个保育类图鉴 越来越薄 这样的话 不只台湾的生物端性 会美好的 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人类 才有可能永续 生存在这个美丽宝岛上面 让我们共勉之 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